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暗恋的男生以为那个女生已经喜欢上他了 然后以为他们已经是某种关系了 已经有着某种关系的时候呢 女孩跟他发了一条信息说 我们有交往过吗 但是那个男人是用真心 那个男孩子是用真心去爱这个女人 去心疼这个女人 去保护这个女人 但是有一天女人跟他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以后男人的思想什么就崩溃了 我是站在那个男孩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请大家多多支持独角戏 然后独角戏真的是 也是一个比较用心的作品 其实独角戏这首歌 它是在11月份完成的整首歌 然后它是在 也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黑房子里 能写到 投入到一个感情的一个世界 就是我自己的去酝酿这个感情的世界 然后去想到作为那个男生 如果喜欢一个女生 到最后那个女生可能 以为是某种关系的时候 女生告诉他 我有跟你交往过吗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我去联想去思考 这样一个情境的时候 男生的心理状态 我也希望 我也觉得肯定 还是有很大多数男生 也会受到过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受到过这样的伤痛 所以我去换 换位把自己的这个人物的想法 给他带到那个人物里面 去写了一首这样独角戏的这首歌 然后这首独角戏 也是包含了很多意义吧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精彩六月 我在天猫狂欢节等你